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在1910年提出抽象理论 在东方 吴大宇不说抽象 他在1941年提出事项 他用东方水墨与书法艺术所重视的气韵 强大的下笔力度 动势 来骁动眼前所见的具象形体 融合了西方的立体主义 东方的美学精髓 老庄的哲学思想 正如其学生无关中所言 吴大宇以中国的运 来吞噬西方的形 灯色 用飞光脚踩运 来展现强大的精神力量 启发后世武术 而他的作品 也被认为是他 事项美学的艺术术国体现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 占据绝对的高度 在拍卖场上 能够呈现吴大宇的油画 是非常难得的 早年因文革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吴大宇存世的作品非常稀少 仅有146件的油画 在拍卖市场上 可遇不可求 亦有真品出来 便备受追捧 此外 他毕生创作 以小尺寸的作品为多 以画布作品来说 大多都是53x38公分的作品 而我们今次呈现的 是一般作品的一倍大 达到75x53公分 就其一身 这样大尺寸的创作 仅有12件存世 而当中的两件 已被纳入了 北京中国美术馆 跟上海的油雕院收藏 突出了这次 呈现的无体实的珍惜性 吴大宇必生作品 可被概分为 金韵、彩韵、花韵 三大系列 金韵以金具人物为主题 大多为单人或双人的主角 彩韵则表现抽象的色彩韵律 花韵则以金物为主题的创作 今次呈现的无体实 题材非常特殊 跳脱了以上三者 展现了强烈的自传情味 当中 他以强劲的比例 精练的蓝黑与咖啡色调 在画布的方寸之间 不够人一方天地 在充满窗与墙 室内结构的画面中 罕见的出现了四个人物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当中描绘的正洽若是吴大宇的一家 在画面中区 可见一鼻子高挺 眼睛炯炯有神的男子 正如一家之祖 也呼应了吴大宇自身刚毅的形象 右手边会有一红唇女人 脸庞圆润 呼应小吴大宇六岁 温文儒雅的妻子 宋逸玲 左下可见到一拿着书本的孩子 胸前还有一只小鸟停留 指涉他曾经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的儿子 对于学问的追求 兄友求祸 而小鸟也是那自由的象征 而在用下方的角落 可见到一个露出一只眼睛的小孩 若起承宽膝下的小女儿 四个人的结构 共构出一个三角形的形体 带有一种稳定与坚实的力量 就像是在文革时期 即便经历许多苦难 当一家园始终相依相守在一起 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 展现着一体同心的精神力量 而在画面的左上方 可见窗外的蓝天 与光灿的黄彩 这象征着对于自由与希望的追索 而有趣的是 窗外还有一只往内伸的手臂 这只手臂如同象征着外界给予这家庭的温暖和支持的力量 回顾创作此作的1980年代 吴大宇已经走出了文革 重新被学术界肯定 作品也在全国艺术展中获得大奖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而在1980年 他的学生朱德群也由法国寄了一箱颜料给他 这只手臂就像是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天使鲍家音 带有一种隐喻性 为画中人带来祝福 或者说 这只手臂就像是吴大宇一生对于艺术的信仰与追求 始终引领着困顿中的他 让他能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而即便经历各种考验 唯有艺术能永恒不朽 总的来说 这件作品饱含了深意 且杂容了艺术家个人的人生自传性 体现他强大的家庭凝聚力 富足的精神力量 和对艺术的终极信仰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作品 并且出版在艺术家近乎全数的出版注录当中 在过去30年来 有限人亚洲私人长家珍藏 试次首线拍场 值得大家关注 而同场呈现的赵无极双风 创作于1952到1953年 历史两年才完成 是一件非常用心与出彩之作 赵无极是在1948年到法国 他成名甚早 于1951年 法国的每日邮报便称赞他 开辟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也称他为中法瑰宝 他崭新与充满智慧的艺术语言 结合了中国跟法国两大民族的传统 震惊当事 而这次呈现的双风 即完美体现了这样的特色 作品出自名人收藏 先后由美国知名时尚设计师阿德里奇 与西方知名艺术出版社 马努斯的创办人 韩塞尔收藏 阿德里奇在1950年代投入收藏 最著名的藏品是莫内 塞尚 夏卡尔 雷诺瓦等人的作品 同时他非常喜欢赵无极 曾收藏他多件作品 双风即为其一 这也显见赵无极彼时在西方备受追捧的程度 而在1978年 出版社巨头韩塞尔在机缘之下购得此作 珍藏超过30年 直到他过世 作品才有机会释出 并首度在亚洲拍卖市场呈现 双风完美展现了赵无极将中国东方美学的提炼 以自我独特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走出了一条新路 首先在用色上 他以中国青铜器的绿色彩为主色 透过深浅多重明暗层次的变化 塑造出一种幽远和广妙的氛围 绿色彩不仅是青铜器的颜色 也是大地与自然的颜色 带有一种生命的象征意义 而当中赵无极彩取了东方 以简欲凡以及写一的美学 他将此荣如其事的油彩表现 他并未写实地描写景物 而是把景物最关键的造型提炼出来 画为符号 以及经典 是如同颗的有力线条 由上至下 勾勒出广阔的天空 横温的圆月 符号画的山巒 缠绵流动的江水 以及象征人类文明洁洁经的一排建筑物 当中最左侧的一栋双塔形的建筑 呼应着巴黎圣蒙愿的造型 而在整张画面的正中下方 有一条带着强烈透视感的道路 像是欢迎观者 走入则画镜 想象在其中漫游 会生出一种天地无我并生 万物与我合一 被自然温柔包围的感受 而天上画龙点睛的红色彩 对比的提浪了空间 正如红月当空照一般 加深了细节性的神秘感 带着人无限的想象 作品取名为双峰 这不仅仅是画面在造型上可见的山峰 也介绍了赵无极在艺术创作中 两个如大山般滋养她的母亲 正如赵无极自言 一般人都浮游于一种传统 但我却有两个传统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法国 我是在到了法国之后 才重新发现中国 而双峰一座 就见证了赵无极新生的艺术语言 闪耀生辉 值得细细品味